他說乙枝 乙四邊形ABCD 這是隨便的四邊形 各邊的終點為頂點 形成這個四邊形 形成的四邊形 它一定會是平行四邊形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終點 那我現在給它做補助線 VD 這個一定是這個一半 通常道理 這個也是終點 這個也是這個一半 所以這兩段的話 是一樣的 這兩段長度一樣 然後這兩段 這兩段也是平行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跟這一段平行 而且這一段也跟最後是平行 所以這兩段互相平行 而且長度相同 所以這個會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然後現在他說 結果構成什麼呢? 這個平行四邊形的話 現在變成是長方形 那長方形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角度是90度 那90度 這個90度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跟這個垂直 那這個跟這個平行 再我們看做補助線 這個跟這個平行 這個也跟這個平行 如果這兩個互相垂直的話 這兩個也是互相垂直 也就是說它的對角線會互相垂直 好 那他問說下面哪一個敘述一定正確 我們看A選項 他說AB跟CD平行 AB跟CD不一定平行 這錯了 這樣看B AB垂直CD AB跟CD一定垂直 這錯了 不一定 這樣看C選項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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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應該要選C